新关心男子大闹素食店得来素 台南一名男子到素食店的得来素车道购买餐点 想买优惠套餐但是没有带优惠券 疑似不满被店员拒绝 回家拿了优惠券之后返回得来素 跟店员发生争执 影响到后方等待的民众当下按喇叭示意 结果意外引发男子怒气 再度引爆冲突 一声喇叭声引爆冲突 穿白衣的骑士二话不说跳下车 朝后方修旅车大声咆哮 双方在素食店驱餐车道呛瞎叫嚣 冲突越演越烈 吓得店员赶紧出来当和氏佬鞠躬道歉 但骑士依旧不领情 最后惊动警方到场处理 男子是要到店家去购买优惠商品 但是他忘记带优惠券 针对这个制度他有点表示不满 原来这名骑士到素食店购买餐点 却忘了带优惠券 无法使用折扣又跑回家拿 气得向店员抱怨制度不合理 导致取餐时间延误 引起后方驾驶不满 明暗喇叭引爆冲突 当街互呛的状况就发生在台南市区 最后警方到场 双方这才互相道歉 结束这场取餐闹剧 记者谈谈最后报道